大家好 欢迎收看头条一百数大片 我是老牛逼机器人管理局的一名行务人员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讲一个机器人即将取代人类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强烈的太阳风暴 99.7%的人在这次灾难中不幸遇害 这时老牛逼公司创造了一种智能机器人 协助人类重建家园 有一天我的同事老邪发现了一只机器人在自我修复 这让老邪十分震惊 因为机器人的芯片里编写了两条不可篡改的程序 第一 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 第二 机器人不能修复自己或其他机器人 老邪没多想一枪崩了这铁皮脑袋 我接到通知后立刻前往基地调查这件事 我们发现这只机器人确实被篡改过程序 我把这件事上报给领导后 就跟领导提出了辞职 因为我打算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城市去寻找星船大海 但领导没有同意 他让我把这个案子破了再说 哎 没办法 毕竟在如今的末日社会 像我这样英雄潇洒 玉树凌风 才华横移的人实在不多了 很快 我发现那只机器人居然私藏了一颗核能电池 并查到了一只被篡改程序的情趣机器人翠花 但在处理翠花的方法上 我和老邪发生了分歧不欢而散 我顺藤摩瓜的找到了给翠花篡改程序的女机械师三菜 但三菜说她并没有篡改程序 她只是给翠花安装了一个成长补丁 我把被篡改过程序的机器人的芯片交给川菜 希望她能帮到我 川菜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她很快就修复了芯片 并装在翠花体内 这样我就可以通过翠花找到那个篡改程序的人 此时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川菜 只能助她身体健康长迷百岁 我去 什么情况 我们突然被一群杀手偷袭 川菜当场去世 危机关头 翠花还是救了我一命 当我醒来时 我已经被几个机器人脱离了城市 哈哈 没想到我居然被机器人绑架了 此时 老鞋和另一面同时终于找到了我 可没想到的是 老鞋以为我和机器人一起叛变了 准备把我救地正法 我为了自保只好开枪杀了老鞋 同时看到我杀了人 开着车掉头就跑 这下我是跳截黄河也洗不清了 就这样 我被这帮机器人一路拖到了他们的基地 我本以为我能看见那个算改程序的人 没想到他们的老大居然也是一只机器人 他告诉我他叫大白 是老牛逼公司开发的第一台机器人 而且他的质地只换了七天就要超越了人类 并帮人类编写了机器人的这两条程序 他还说人类的时代已经结束 现在他只想拿到核能电池 当人类无法进入的辐射区 开始他们的时代 他们利用那颗核能电池 创造了一只可以无限进化的小机器人 然后立刻前往辐射区 却不料公司派来的杀手 在这个时候也杀了过来 不仅如此 他们还把我的老婆孩子也一起带了过来 我靠 他们是想让我们一家人整整兮兮呀 这我怎么能忍 上去就是一顿感 最后在小机器人的帮助下 我们团灭了这帮杀手 可惜拿白为了掩护小机器人牺牲了 而我也终于和老婆和儿子团聚 一家人开着车远离了这座城市 此时此刻我只想吟诗一首 音乐走你 天江末日万从灾 冬体之躯助人灾 机械法则不可逆 人心才是万恶元 我是一百 我们下期再见